石板明夫,就事论事,点评天下,说三道四 今天呢,我想讲一下解放军的军事演习为什么没有效果,这件事情 5月23日和5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呢 在台湾海峡周围呢,举行了这个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他们的发言人呢,说,这个军事演习呢,是为了惩戒台独势力 主要针对的呢,是5月20号,台湾的新总统赖清德的就任演说 中方认为呢,这个就任演说呢,是一个台独的自白 是对一个中国方针的严重挑衅 所以说呢,需要进行一个这个军事演习,来恐吓一下台湾 关于这个军事演习的状况呢,中国的解放军的国防大学张池副教授 他就说呢,他说我们掌握了这个整个台海战场的主动权 只要台独势力挑衅一次,解放军呢,就进取一步 这就是反切相长的新常态 说的呢,铿锵有力,质地有声 就是显示了这个解放军的决心 对此呢,台湾的行政院发言人陈世凯说呢 国防部全体官兵都秉承着 备战不求战,应战不避战 有能力,有信心 确保国家安全,捍卫国家主权 这一点请国人放心 台湾方面呢,也是非常强硬的回应了这次演习 台湾的军事专家苏子云说呢 这次中国的演习呢 解放军的演习呢 和2022、2023的演习比起来呢 这个时间很短 属于快闪型的军演 主要展示了解放军有能力封锁台湾海峡 但是呢,同时呢,也不愿意提这个区域的紧张升级 以及呢,各国的抗议 所以说呢,是一个呢 就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 符合中国这种行事,行为准则 对于这一点呢 其实呢,5月23号演习当天 我生活在台北呢 完全没有看到任何的,就是紧张的气氛 当天晚上呢,我和好几个朋友去吃饭 结果呢,很难订到餐厅 去个餐厅也是这个非常爆满的状态 大家都在谈论一些风花雪月的事情 和台湾最近立法院上面的攻防 基本上没有人提到这个解放军的军演这件事情 另外一个呢,很讽刺的 5月23号这一天呢 台湾的股票创了新高 这也就是说,所有的投资人 也认为这次军演是玩假的 还有一个台湾的谷歌的热搜第一名呢 是日本的一个叫星野园的艺人 他有可能婚内出轨 这么一条新闻 爬上了这个台湾的这个热搜第一名 大家也没有在乎这个军事演习 所以说呢,中国的军演呢 其实呢,它是想恐吓台湾的 但是现在看起来呢 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效果 对于这件事呢 我觉得为什么没有效果呢 我想从三个方面的来分析一下 第一呢,我认为 中国对台湾的 它已经潜于济穷了 就这几招 已经让大家都能想象得到了 中国打压台湾呢 我们称为程咬金三斧头 一个呢,是这个外交断交 就挖走一个台湾的邦交国 另外一个呢,就实行这个军事演习 第三呢,就是在经济上打压 把台湾的什么凤梨啊 石斑鱼啊 这些商品停一下 其实这三斧头呢 不停地用来用去呢 效果已经越来越低了 这几年呢 从这个佩洛西 美国的众议院议长访问台湾之后呢 军演已经使用了很多次了 这个呢,基本上对台湾人呢 某种意义上已经习惯了 另外两招呢 对台湾呢 现在实质上的伤害也并不是很大 所以说基本属于中国的 对内一种宣传的一个形式 第二呢 我觉得现在台湾呢 已经得到了全世界主要国家的支持 一个最重要的变化呢 就是说中国所谓的统一台湾的正当性 其实已经渐渐不存在了 中国过去否定台湾呢 是从两个方面否定的 一个是台湾的中国的正统性 因为当时梁蒋 就是蒋介石 蒋经国父子呢 他们认为中华民国才是正统的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说 我们才是正统的中国 这个正统性之争呢 也就是所谓的真假孙悟空嘛 两个都说要自己是孙悟空的话 那国际社会要分辨出一个 哪个是真正孙悟空嘛 那毕竟中国有14亿人 他这个代表中国的权威性比较多一点 所以在1971年呢 中国就恢复了这个在联合国的这个代表权 但是现在的台湾呢 已经和中国没有这个正统性之争了 赖清德 蔡英文 他们都说你们是中国 没有错啊 我们是台湾啊 台湾自1996年以后呢 经过了多次的民直接选举 和几次的政党轮替 这次赖清德当选以后呢 他受到了全世界将近100个国家的祝福 那么也就是说 现在全世界都认为台湾是个民选政府 他的政权的合法性是一点没有问题的 这种时候 中国再来文攻武吓台湾的话呢 大部分国家除了中国的几个好朋友 像俄罗斯 巴基斯坦 伊朗 这些国家以外呢 基本上呢 都是愿意支持在心理上支持台湾的 所以台湾现在觉得呢 我的好朋友很多 好朋友都会支持我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说 现在中国攻打台湾的能力 已经受到了严重的质疑了 就是现在战争需要用钱 打砸钱 中国呢 不管是经济 还是中国在军队上 都发生了严重的问题 现在中国经济出现问题 已经是有目共识的事情了 那么在军队上 这个国防部长李尚福 至今这个不生死不明 然后呢 如果叫攻打台湾的 最先头部队是中国的火箭军 现在整个的火箭军的干部 被习近平连国端走 中国军队出现了问题 经济上出现问题的时候呢 中国打台湾 确实是能力上出现了问题 而且我们看到 习近平最近 他去跟美国向美国示好 习近平去年访问美国的时候 跟拜登说明了 2027 2035 没有打台湾的计划 等等 这种说法呢 大家也认为呢 中国这次军事演习 只是玩假的 那么前不久 他有日本的一个学者 叫松田康伯 他说呢 习近平的蒋介石话 提出这种说法 我认为很有意思 就是说蒋介石当年 到台湾以后 喊要反攻大陆 什么一年准备 两年反攻 三年扫荡 五年成功 等等 但是说着说着呢 自己也慢慢没有底气了 反攻大陆变成一个口号而已 那习近平的 台湾一定要统一 台湾必须要统一 这种口号呢 听起来越来越像 蒋介石当年的反攻大陆了 好 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